大道之行也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 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 不太知道 好 那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 在大道施行的时候呢 天下是人们所公有的 就是说呢 做人要有一个公心 正在教香港小朋友 说普通话的人名叫靳彤彤 是香港的一名普通话老师 同时也是这间 普通话教学中心的创始人 到如今 他已从事普通话教学 整整23年 靳彤彤出生于北京 1994年 为了与先生团聚 他来到香港定居 靳彤彤回忆说 彼时多数香港人 在用普通话沟通上 存在很大困难 社会对普通话的认可程度 也普遍不高 97年的时候 他们是 很多是不会讲 普通话一点都不会讲 考大学 中文 不一定要合格的 普通话科呢 在香港呢 也是这个 可有可无的 很多学校还没有开办当时 所以在上一代的人呢 他们是 没有普通话课程的 随着香港回归 人们开始意识到 学习普通话的重要性 特区政府也开始实行 两文三语的语言政策 即以中文 英文书写 以粤语 英语和普通话 作为口语 香港社会逐渐开始掀起 学习普通话的热潮 1997年 靳彤彤 看准机遇 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 在香港开办了第一家普通话教学中心 我就是自己从一张台 一张椅子 开始我自己教 也可以说摸着石头过河吧 因为香港是没有太多的先例可循的 当时呢 这个自己开办普通话中心的人就更加少 在学校的层面呢 也刚刚开始就是设立这个普通话的课程 靳彤彤说 创业之初 由于资金不足 他租不起太大的课室 授课老师也只有自己一人 他白天要帮在校学生辅导中文作业 晚上还会为在职人员上夜课补习普通话 经常是忙得不可开交 随着两地交流的逐渐深入 有意向学习普通话的香港人越来越多 学习的内容也越来越深入 像社会上的一些律师啊 医生啊 还有这个银行的经理啦 还有政府公务员 包括一些警察署 消防署都找我们学 家长就要求小朋友要这个会演讲啊 会朗诵啊 在这方面去 就不光是从那个最基础的 这个阿窝窝伊乌玉波波莫波这些开始了 好多呢都是说明呢 是因为我们国家呢在发展在进步 所以呢就跟香港其实这个联系是密不可分的 从业二十余年最高峰时期 靖彤彤同时开设了12间普通话教育中心 几乎遍及全港 曾教授过的学员更是数以十万计 2017年11月 靖彤彤牵头成立了香港普通话专业协会 旨在为普通话教师提供专业的教学培训 目前会员已超过1000人 然而正当事业风生水起时 2019年一场修例风波席卷香港 打砸抢烧等黑豹行为充斥街头巷尾 令社会人心惶惶 这让靖彤彤感到既担心又气愤 大家也知道好多中资公司都被砸烂了 被破坏了 那我们这普通话中心 因为也是在一个商场里边的商铺 我们也是很害怕的 要不要把这个玻璃都封起来呀 招牌也要挡起来呀 所以呢真的是 讲普通话好像成了一个 罪人一样的在香港 我就很奇怪 香港已经是回归祖国 是我们中国的土地 我们在香港的 我们自己的土地上 讲我们国家的语言 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对吧 在港生活近三十年 靖彤彤见证了香港的成长 也见证了两地交流 为香港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他说 未来自己还会继续推广普通话 让更多人了解和学习这种语言 其实作为一个普通话教育工作者呢 我觉得我们呢是内地和香港 就是祖国和香港之间的一个桥梁的作用 责任就是要把香港的下一代 我们要让他会运用普通话 令他将来呢有更广阔的前景 不光是大湾区啊 其实全世界很多的国家和城市 都很重视汉语的 不是有一句话说 学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吗